淋上晨酒後點火燒烤 櫻桃鴨的外皮烤得金黃酥脆 不斷流汁 抓好時機師傅拿起刀子 俐落切片 這道火焰烤鴨準備上桌 整桌菜再搭配這道重頭戲烤鴨 是許多韜客的最愛 軟Q有嚼勁的餅皮 再搭配刷取的醬汁 民眾吃得津津有味 它的皮很脆 然後肉很嫩 然後不會柴柴根 很香 嫩很好吃 很盛口 它裡面會有放一些辛香料 最主要它是它的油脂 油脂夠厚 皮夠脆 上面會有加一點精度橙球 會比較有橙香的味道 桃園這間飯店的火焰烤鴨 藉由火炒表達發財的意思 不過想吃烤鴨得要事先預定 另外還有桃園知名飯店 推出一鴨五隻 烤鴨外皮金黃酥脆 師傅迅速切片 再搭配蘋果製成鴨卷 象徵平安健康 幸福滿滿 招牌烤鴨真的非常的好吃 而且它的皮鴨非常的酥脆 而且又多吃 真的是它的 不愧是它的招牌菜 櫻桃片皮鴨一鴨五吃 菜色相當豐富 除了鴨卷之外 嫩甜薑鴨餅鴨肉切盤 生菜鴨鬆都是招牌料理 過年一家團圓 和紅色的烤鴨看起來極力又好吃 成了不少陶客首選 三立新聞 沈秘琦 張淵敏 桃園採訪報導 五load São豐富 五小時 五分發瘡 五十 gin 五十八 八十五 六十一